- 过年长假做什么?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精神有活力。 2018年,国际美容外科医学会统计全球接受医学美容治疗人数高达2300万人次,全球产值数百亿美金。 在台湾,医学美容的行业就是红海。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不畏人生波折的王振坤院长, 凭着个人技术和魅力,以成奇思寒般的雄心壮志奋力拼搏,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在过年期间,很多人会来做一些脸部的拉体。 比较没有伤口的就是采用阴波拉体。 就是用阴波打进去,比较没有伤口。 造成筋膜层的一些收缩。 不想接受手术的时候,比较简单的违诊就是用埋线拉体。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素前,这个是做完以后,经过五分钟的样子。 所以伤口非常的小,几乎是比青春多的伤口还要再小。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大家蛮能接受的一个拉体的方式。 现在医学美容治疗的品相相当的多。 比如说有雷射、脉冲光、音波、电波,或者是肉毒杆菌素的注射, 或者是玻尿酸的注射等等。 那现在最流行的叫做皮肤分层复合治疗。 就是把我们的皮肤从我们最外面的表皮层, 然后到真皮层,到皮下脂肪,到筋膜层,到最下面的肌肉。 我们一层一层,由外面一直往里面去治疗。 诊所立足台南超过二十年,在台南茁壮成长, 继而挥均北上,服务台北地区的民众。 集团创办人王振坤院长长期致力训练人才, 并为民众宣导正确的医学知识, 并且落实医美知识与国际接轨, 于2020年获得世界美容医学大会 IMCAS 结出讲师Premiere Speaker的殊荣, 在法国指导欧美医师,堪称医美界的典范。 王振坤医师多年发表不少医学美容的书籍及论文, 更在台南成立了亚太区医学美容教育训练中心。 虽然全球疫情持续延烧,经济不景气, 但王振坤医师逆流而上,在台北建造集团总部。 因为我们重视的因素有主要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重视我们的核心价值, 就是医学知识跟技术。 我们不断的教育训练。 第二个,我们集团内部有诚信文化。 诚信文化就是每个患者每个消费者来到这里, 我们会先告诉他医学美容的副作用, 签署同意书以后再做治疗。 我们的患者只要看过我们, 他发现我们有诚信文化,有良好的医术, 有医学技术,那所以说他们就会口耳相喘, 达到行销学上面的最好的口碑行销。 王振坤医师在25岁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家中负债高达2亿元, 连房屋都被法院查封拍卖。 对一般平民老百姓而言, 仅亿元的债务着实是个天文数字, 但他勇敢面对,全力以赴偿还债务。 那时候我的心路历程就是说死不足洗, 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负债医, 我想跟死的是差不多, 那我只有用生命不断的燃烧去付出,去拼搏, 我才可以活下来。 还清议员负债之后, 王振坤医师担任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职务, 并且致力于推动医美产业与观光医疗, 持续为台湾社会奉献尽力。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第二个我的人生哲学是人要心存善良, 老天的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就会发出我善良的心去救助他们, 然后最后都会得到很好的成果。 王振坤多年来教学乡长与作育英才, 持续深耕医学美容的教育训练, 而且所带领的团队持续研发优质保养品, 以及为民众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让社会大众受益。 关于我们疫群集团的愿解, 就是持续扩张,稳健成长。 关于我们疫群诊所的部分, 我们会在各县市再继续开设优质的分院。 关于我们疫群保养品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它带到大街小巷。 接着我们想要持续的举办医学教育训练, 来作育英才。 疫群是美丽, 美丽是疫群, 疫群祝大家新年行大运。 有问题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